受过是佛之行 所以这个人偷人家一百块 警察要抓 你不要抓他 待受过 你不要说不是我 是他 那你就舍弃一个众生 如果你这样也削弱你自己的恶业 跟修了悲心 这个人生生世世也会感恩你 你才可以度他 所以要有这样子的 待受过是佛之 第十四 比虽百般诋毁我 在后面一直毁谤你 一直说你不好 一直批评你 谣传恶生骗三千 我就有这个感受 我经常被登报 上回我们跟我们战将法师 不知道哪一个国家去 木去撒也被骂得要死 说我们侵犯别人的宗教 我说没关系 正常 所以 因为你内心不能抱怨对方 齐心动念 对方不过是在削削你的业 要帮你做负面的宣传 这个世界很奇怪 一定要宣传 要负面的宣传 对不对 正面还没人宣传 所以 那你要觉得这个很平静 油怀深切 悲悯心 哎呀 要对他慈悲 因为他不了解 他还帮助我了 所以我们要去胡墓 点个 做个烟供 没人跟我们看报纸 他花了这么力气 帮我们登报纸 所以 显现一些 因为 慈悲的人 看到他就慈悲 他不会骂的 少数人 他就 那少数人 所以 无所谓 但是你永远不能抱怨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学佛的人 永远不能抱怨 再差的环境 再不好的 这个都是一个祝愿 都是我们感恩的机会 所以还要赞叹他的 各位 老公好不好 好得不得了 你要由心里面 说好 像我出家了 我出家以后 我太太 以前的太太讲到我 从来没讲过 我没讲过 她会一点坏话 我永远讲 她真漂亮 有钱 如何 孝顺我 妈妈 所以因为我一点点 都不敢去 你不能有一点 这个人跟你合作过 现在离开了 就讲得不好 你还要在任何地方 一直赞叹他 赞叹他 他边骂你 你边赞叹他 这就叫佛法 所以各位 佛法没有生 没有钱 重点是你怎么做 去实践他 我们要提的是这个 千万不要去追求 长篇大论 却没有用 如果你有那个福报 是可以 如果没有 你脚踏实地 但是因为37颂 非常的实在 后面解决的是 六波罗蜜 四色法 等等 这是一个基本的 菩提心的资粮 所以一个修菩萨道的人 如果没有福报 代表他没有修行 你没有福报 怎么讲修行 所以在这一点 因为我发觉 很多喜欢修高级佛法 我要修无上密 结果他天天没钱 代表他没有修 他只是在一个一个 追求高 却不去做普通的 他连福报都没有 你没有福报 怎么去修呢 因为你的基本都做不好 所以你真实在修菩提心的人 你在世间法 就开始在忍辱不失 你一定福报比别人好 人缘比别人好 你要用这个像来看 你有没有修菩提心 当然我这样说 我希望各位研究佛经 不能光研究字 要把佛经变活的生命的意义 去净化自己 去帮助别人 而不是在解释 如果把佛经 只有一直解释 然后没有用在 你实际的生活生命上 那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所以我在这边 要告诉各位 不要贪多 不要贪多 昨天在一个居士 在讨论这边 读书读书 我们要读几本书 一贪多 你不知道什么是佛法 你宁可一辈子读一部心经 读到开悟 你都可以成佛 也就是你要去思维 所以中国的禅宗 非常好 我们叫参化头 一句话 你要参一年 这句话 你参透了 才参第二句话 一里通则万里透彻 这个参透 等于这句话 已经定在你心里面 照见五蕴皆空 那你还哭什么 你还痛什么 那这句话你要参透 你不参透 一波罗 波罗蜜多顾 心无挂碍 那你干嘛 现在在挂碍 因为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看透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我懂 我懂 我懂 碰到你老公有外衣 你就不懂 你很懂 就像我 我记得我刚出家 一年多 有一位我在家 就认识的夫妻 他太太学佛了 在佛教单位做事 他就一直跟我讲 哎呦 韩涛法师你出家了 你回台北 多到我家来睡 我说干嘛 度我老公出家 要我去度他老公出家 他看到我出家 所以我没事 叫去他家睡 一直慢慢睡 睡了三个月 终于他老公 要跟我出来跑一跑 后来他还跟我说 你最好叫我老公 不要回来 因为我要让他出家 然后我就好好好 终于把他带到台湾南部 就跟我住 住了几个月 他老公要出家了 等他老公 决定要出家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翻脸了 为什么 我发觉 我没有他不行 他老公更生气 跟我住在一起 都不跟我睡觉 等我要出家了 他又还拉我回去 那他老公说 好 你要拉我回去 可以 我们生小孩 不要 我读金刚经的 我不生小孩 他虽然没有肉体的需要 但是他有精神的执着 后来两个还是离婚 闹翻脸 连我这个人变坏人 因为他不了解自己 后来还骂我 海涛师 你还没有学佛 我金刚经都读15年了 这样 我都笑笑 君子不云女人斗 我都笑笑 已经刚经都15年了 加上现在已经20几年了 对不对 你一点都不空 老公几天不在 你就翻脸了 所以这个观念要弄清楚 好 我先跟各位讲到这边 阿弥陀佛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 红法行程 2月1号星期六 念药师琉璃光如来 持斩处罪三十节 五殿言王圣诞 上午八点拜 台中五方讲堂八观灾戒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2月2号星期日 药师如来书圣宫的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千倍 玉皇上帝万寿 上午九点 嘉义慈悲壶 共佛摘天祈福法会 祭新春团拜 连了电话 嘉义讲堂 05-225-5888 嘉义中心 05-216-6700 和牧中心 05-230-8348 2月4号星期二 贤节千佛书圣宫得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 上午八点半 和春技术学院 大发校区篮球场 南区联合举办 共佛摘天 新春消灾祈福大法会 点万灯 共万水 护生 连了电话 高雄慈悲道场 07-311-1656 高雄凤山中心 07-710-3522 高雄林雅中心 07-722-1749 高雄右舱中心 07-365-4369 高雄生命书方 07-221-2323 欧元流通处 欧元流通处 07-783-1120 高雄岗山中心 07-622-2555 高雄岐山中心 07-669-3636 慈悲流通处 07-381-7809 2月5号星期三 上午9点 万丹慈悲超渡道场 八关灾界 限时购 护生 点万灯 共万水 联络电话 08-751-6018 2月6号星期四 关圣地军飞升 上午8点半 台南麻豆园区 八关灾界 即消灾祈福共登法会 联络电话 台南道场 06-213-1112 台南西区中心 06-258-9177 台南新颖中心 06-659-2367 盐水钥匙道场 06-652-2170 高雄路主中心 07-607-3377 2月7号星期五 念贤劫千佛 持着主罪一千劫 上午8点半 云林观音讲堂 八关灾界 五声点万灯 共万水 要共祭祠被施食 联络电话 05-633-1565 二月八号星期六 念阿弥陀佛 持斩处罪两百节 上午九点 台中五方讲堂 共佛摘天 护国习灾 祈福大法会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二月九号星期日 阿弥陀佛 殊圣功德日 圣行与恶行 成一千万倍 上午十点 新竹普元佛道院 点万灯 共万水 护生 要共祭祠被施食法会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祈愿国泰明安 年灯碎人 圣命殿是台中五方讲堂 举办共佛摘天 护国习灾祈福大法会 护生 点灯 供水 要共 祭干露诗食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2月8号星期六 大年十五 上午九点 地点 台中五方讲堂 地址 台中市北区 重德路一段 631号三楼之一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04-2238-9987 法会备有会贡品与大众结缘 法会备有消灾 抄建牌位 生命殿是北区联合举办 点万灯 共万水 护生 要共 祭慈悲诗食法会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2月9号星期日 上午十点 地点 新竹浦原佛道院前广场 地址 新竹县新丰乡 坡头村 95-7号 点了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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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明天是太